大家好,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星期五又到我和大家做一週樓市分析的時間了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樓市下行走勢已成 在未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把我這條片看到最後 因為我的分析是一路展開的 大家看到最後就可以完全了解我的分析和看法 事不宜遲 根據最新差響物業股價處公佈 九月私樓的價格 按月跌幅 擴大到2% 越跌越多 這樣 而其實 今年頭九個月 累積的跌幅 已經去到8.1% 而根據中原地產 亞太區副主席 陳永傑先生 預計 第四季 香港的樓價跌幅將會加劇 全年 絕對有可能 跌15% 跌15% 樓市 你都沒有說不好 不厲害 坦白 其實 差響物業股價處 的 統計 是最準的 其實樓市已經累積地跌 四個月 下行走勢 下行走勢是絕對已形成 各方面的專家都是這樣說 即是早賣 越好 越遲賣就會越跌 主要是因為加息 下行走勢 未來11月 美國 亦都會預計 大幅加息 0.75厘 其實 香港的P 都會加上去 這個絕對加息 對樓價 絕對是一個最大的 影響因素 是一個負面的影響因素 當然是這樣 另外 經濟又未復甦 阿超哥 在他第一份施政報告說 會有一些減賴的措施 是沒有的 只是說你住滿7年就可以退稅 你現在買樓要住滿7年才可以退回特別引花稅 其實 是對樓市是沒什麼用的 這樣 就變了來說 其實 如果沒有幫助 是 那些業主 就加快地 沽貨 這種情況 變了 其實就 好像有少少人踩人 我覺得現在就有少少 真的就比較 嚴重一點 樓呢 我現在在公司做抗美人成是淡了 但是看到樓價其實也是有跌 當然 看新聞也有很多 蝕揚潮 或者要大幅減價 才可以做到 這種情況 其實 大家想想 預計一下 政府會不會減蠟 其實政府加蠟 是有跡可尋的 我看回《經濟日報》 唐榮的分析 他是一個 我都時常看的樓市的專欄作家 他就說 其實 政府當時加蠟的標準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 過樓市 連續幾個月 連續兩個月 都升2% 政府就會在毫無 預警之下 加蠟 其實 現在很多地產商 和 地產從業員 和地產中階 都是 呼籲 政府減蠟 但是政府就 未開始做 如果樓市的跌勢 一路擴大 每個季度 或者每個月 真的跌2% 或者以上 一路急跌 都比較急 因為9月都跌了2% 其實會不會 減蠟呢 政府 其實 我覺得 絕對有機會 但是 減蠟就不是 減印花稅 或者 因為這個 真的是一個 比較大的震盪 可能就會 把按揭成數增加 或者 壓力測試 放鬆 這樣 我想 是一個 比較溫和的 減蠟措施 如果樓市真的跌很多 它才會影響到 香港的經濟 我想政府 才會減蠟 因為始終 其實現在 政府的大方向 都是幫助 市民 特別是年輕人 買樓 今天 樓市分析 就講到這裡 大家對樓市 的下行 速度 和跌勢 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可以留言 comment 我會 一一回應 多謝大家